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精 嗯 那今天啊 我们又邀请到亚特 要来跟我们讲讲 就上次我们说到的 就是要来PK 就是伊兰Q跟富山Q的差别 对 其实最该角 最最最最最最最爱矫正的人是我啊 对 但是我也是他们的就是 就是要跟你PK一个 对 因为伊兰Q跟台南Q 应该说北部Q跟南部Q 其实没什么样子对吗 呃 伊兰Q也不能说像北部Q就有 因为北部 你要说以台北为主 台北主要是卡瓦专Q 但是台北专Q又有分 专丸Q跟三业Q 什么 我看到他们说的方式又不一样 我只知道什么 张州全州这两个州而已 你去来就知道这么多东西 呃 江州和专州的范围很大啊 嗯嗯 啊每一个地方就像台湾这么多大而已 但是每一个团区甚至有的地方是 50元说 李林区噓成 долж区 Hunt镇 嗯呃 嗯嗯 五元然后你意味着让香港什么再 yell 你结 title Damn coast 那么你照样说 eng 要看中国这么多啊 嗯 是 好也譬如说你江船或山船都 이这么大啊 次 combine 嗯 对台湾主要 Williams �加ique öffentlich means 差在哪里就差到每一个社区人口造成的比例 äh 所以 bien 说义ả美國人口造成的比例 miejsce 嗯嗯嗯 use 嗯 use Inform脖造成的比例 譬如说 呃 doc音 然后另外台湾 臺灣的清調時期的移民 移民是移民調月期的移民 移民是清調時期的移民 移民到臺灣的主要人口做成是 鑽舊人、張舊人 這兩個都尊於福建 萬南人、閩南人 全州人、漳州人 就是福建的全州人、漳州人 都是在福建省的南部 中國的福建省的南部 再來就是耕當 不是耕當也有分 是耕當 是耕當 沒有就是耕當廣東省 但是廣東省 我們雖然說廣東省 其實它都是比較 全州、全州旁邊的 耕當的環圍 所以他們說的 其實是客氣 中州、貴州、加英州 是喔 他們不是那個廣 不是那個客 他不是客家話喔 對啊,所以我們有客人嘛 對,台灣很多客人、客家族 但是你聽客家族 有時候想奇怪 跟廣東省 好像有點像 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他們的法令方式 其實就是因為 這些主要的來源 客人不是一個 熟悉某一個地方 當然有早期發展來的地方 像我們說 雕酒、肥酒、加英酒 早期刷到公酒去 還有公酒那些八十幾年 所以這是 那個時候的歷史啦 總共一句就是 他們比較像是一個文化 跟議員的族群 但是他不是固定這個地方 他們跟廣州、專州的關係 也很好 所以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主要來到 青帝國的主民、親帝國的子民來說 主要就是我們說 專州人、張州人、客人 當然還有一些是 專州人 專州就在張州旁邊 所以這些人來到台灣 因為不一樣的地方 人口造成 比例就造成這個地方 沉南後 因為我們常常說 目正的台語是 張專欄為主 張全欄 那個欄是泛欄的欄 意思是說 沉欄、透欄走火 所以大部分的 薪口裡面都是 張薪和專薪的比例差別 有的可能張薪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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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們的地方 他們家裡的人說 什麼樣的 是 關照上 台灣裡面 張薪最重的就是 藝蘭Q 大概有90至95%的藝蘭Q 我剛剛說是 比較早的藝蘭Q 是 90至95%是 老薪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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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薪Q跟藝蘭Q的差別是什麼 藝蘭Q 每一個地方的 窮口都是 沉南下來的 包含到 當地人 包含可能 因為我們到這裡也有 甘麻蘭的 譬如說藝蘭 來說 甘麻蘭就是那個 葛馬蘭人 平埔族 對對對 葛馬蘭就是 宜蘭的平埔族人 你可能會 遇到不一樣的 做國人 遇到不一樣的 人之後 也不一樣 又變成一個 自己在地的議員 所以譬如說 我們這裡有很多 好名 是來自這個 甘麻蘭人 所以 一樣台南 可能最多是 西拉雅族 西拉雅 所以 所以都是一樣 我們常常在說台語 台語是什麼 我們有時候沒有說 這是萬南語 過去說萬南語 閩南語 嗯 我也覺得閩南語 是一件蠻奇怪的 稱呼 其實 過去主要有這個議員的來源 真的不對 但是 他在這個地方已經發展 自己說的方式 當然怎麼可以跟他們交通 但是 我知道在那個議員 雖然我不是有議員學的 但是 議員 下門 那邊其實都不太一樣 是 有時候議員是這樣 兩個議員 都算可以交通 也不一定代表他們 是一樣的議員 然後這個議員 他有自己的定義 我們就沒有去討論這個 但是對台灣來說就是 我們用台語 就是台灣 台灣有一個 這個事業的發展歷數 跟日本時代有關係 日本人的情侯 這些事其實是 跟我們在地歷數的發展有關係 所以我們想要去用台語 這個書來去穿好 嗯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當然說議員是老將Q 差不多95%就是議將 因為 過去早期我們說 庫本裡面 你可以翻到五三開蘭 五三開蘭 現在小朋友都還有學到 大概應該是小學五年級左右 我記得 五三開蘭 其實說他開蘭第一人 他當時來到這裡 是帶一千兩百多人 裡面有九三都是很少人 宜蘭 宜蘭 我們現在在講宜蘭的故事 對對對 所以 吳沙來到宜蘭 他要開蘭嘛 當時帶來的有九成都是張州人 所以這裡當然就是很濃的張州腔 對 因為他人口組成就是濃 就是大部分都是張州人 嗯 那有客家人 也有泉州人 可是他們的比例都很少 而且在不斷的鬥爭 因為都會有張泉蟹鬥 泉月蟹鬥 有有有有 各種族群蟹鬥 嗯 那當然他們人口就又更少 所以 所以 呃 這些語言留在宜蘭就非常少 他對宜蘭的腔調的影響就沒那麼重 但還是會有 但就不多 對 但是他還是有影響 所以我們叫在宜蘭腔 只是知道說宜蘭腔的 大部分的組成比例來自 老張腔 老張腔就說因為張腔也會不斷的有變化 嗯 很多東西也會變 那這裡是保留的比較多 因為早期交通不變 嗯 所以受到的影響也比較少 所以這邊就保留了很多 那另外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 泉州腔很重的 在鹿港 哦 大家都知道六港Q 有有有 有 六港Q 我很喜歡模仿鹿港人講說 鹿港甩甩甩甩甩甩 噢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去拔碗洗一洗 噢 既蘭Q會說你去甩甩甩甩甩甩 嘿 但是 但是你如果六港人會說鹿港甩甩甩甩甩 有 他保留了更多的強調 帶給我 表示說現在的台語大部分都剩下七個聲調 嗯 那 stacks閩甩甩甩甩甩甩甩就赤十 Chanel 不過有些六港已經解開了 但是六港滅有履歸 所以他們說話的方法更有趣 你就聽他們說話話話題說 他的文貌也不一樣 文貌就是韻母 嗯哼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 以前小時候 我在岸邊 岸邊的人說的台語到 就是 台南這些Q不一樣 有些人又不想同樣 對吧 海口音跟有些音不一樣 對 你剛才說的六天還不說了 對 我剛剛插話了 對 我的節目就主持人一直插話 哈哈 你剛剛那個陸廣恰的講話 六天Q就是因為 它保留了大部分的全球 Q 而且是全富Q 就是全球 像天龍果一樣 我們說天母是在台北的天龍果 全富Q是全球的天龍果 全富Q是全球過去的天龍果 所以他們的Q 比較保留比較多 它跟外為 比較多的全球 就是全球影響的全球人 又不一樣 比如說台北 這就是看著台北 台北過去像這個漫画 都發生過很多這個族群邂鬥 嗯 但這種呢 他們說海道 那才是海道 都可以啦 就是這個族群邂鬥 比較特別的 它不是張全邂鬥 它不是張全邂鬥 它是 三義跟同安的邂鬥 三義就屬於全府 全州府 是 同安是屬於全州 但是它 同安 同安 唸作當安 唸作當安 唸法比較特別 它當時過去是 一半在當的黑門 一半在當的金門 哦 是這樣喔 對 宜蘭Q就說 黑門跟金門啦 這是講Q的講話 黑門 所以他們收到 比較多講究 跟一般的尤世間的講話 所以他們兩邊 連講話的方式都不一樣 嗯 譬如說我們 呃 之前我在這節目裡面 我講過的時候 人家說景美 景美夜市 景美女中 都很有名 對 嗯 像宜蘭Q 我就說 景 呃 因為它其實是尾巴的尾 嗯 它過去美這個字 在原本的音是尾巴的尾 嗯 所以是景美 嗯 所以我們會說 宜蘭Q 我就說 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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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對 景美 景美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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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的孕母都不一樣 哦 這就是特別的地方 你知道 這麼多Q不一樣 是因為 你真的有去那裡的地方跟那裡的人講話嗎 還是 你是看錯 還是怎樣 我也跟不一樣的人講話 而且 因為你只要聽像你剛才說 呃 在安平啦 上面的台南下 我那裡的地方的地方 那裡的地方 他們的窮口跟你們的故事講話就不一樣 對嗎 不一樣 安平都有一個那個QQ 有一個很基礎的概念 我們常常在說 全球人開港 全球人建產 所以 全州人的習慣 全州早年就是通商口岸 做生理桌 嗯 所以 他們常常來到台灣 他們過去很介意外海邊 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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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邊是河道 齁 這個大 比較大 像這個淡水河 像這種地方 萬國就是淡水河邊嘛 對 就是這些地方 因為它可以 由內陸就能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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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的這個 全球叫 mainly硬 ridge的指令 開港 INNN 海邊 海邊 cross 怕 好吃 那麼的泛育 讚友 aczy度是 growing 貴és 當然 質position 就是全球QQ 是推estiiran巢老比較些 要保留一些 博士說reichy 沒錯 另外就是我們說的這個韻母 韻母的差別 對 他們韻母很特別 他們就會帶比較多鵝的這種鵝 像我們說韻母 嗯 他們就會這種 比如說我們說 呃 哪熬鵝 比如說我們吃那個肉丸 肉丸 肉丸外面有一層皮嘛 有的人喜歡炸過 有的人 沒有炸過 有人不喜歡炸過的 那如果是張多槍 南部是用蒸的啦 北部是用蒸的 嘿 沒關係你們要吃到一款都好 我是沒在吃 我是沒在吃 就是外面那個皮 就是外面那個肉丸啊 肉丸之爭啊 就是 你知道你說是油版 我不想吃那個穿衣服的 南部長跟北部長要 要說一點點 我是北部眾支持者啊 但是要先不說 我是坐已經過了 像肉丸是 你如果外面那個人 在醬酒Q裡面 是當然有小的Q 怎麼會說皮 皮嘛 皮嘛 它的外皮 那如果是拳槍比較重的地方 它就是要東網 Q比較重的地方 去 比如說台北 台北 在大中堂 雙聯中山站那一帶 他們過去的口音 他們的銅鞍 銅鞍也是做茶葉生意很多的地方 對 茶葉 銅鞍那他們就會講 賠 賠 嘿嘿 賠 那如果是像剛才講 三義槍或是鹿港 它就是 扒 扒 而且鹿港更特別是 它甚至會叫做肉丸 他們不叫肉丸 他們叫肉回 肉回 嘿 肉丸他們叫肉回 所以不同地方的講法 就會不一樣 哦 你真的要做厲害的 然後腔調比例 所以你有時候聽一個人 講台語 他如果用的是比較母語的方式 在講話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猜得到 他的生活環境在哪裡 或者甚至是在哪個鄉鎮 哪個縣市 譬如說 彰化最有名就是 永靜人 恩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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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 安邊說的恩鎮 香腸 你要講香腸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的是香腸嗎 不是不是 恩鎮是永靜 是一個地方 在彰化的一個地名 對對對 那那個地方的人 他們講話就有一個很特別的腔調 就是你會覺得 好像有點大舌頭那種感覺 他們講 我們都要開玩笑講說 恩鎮的肌子 變臉臉臉臉臉臉臉 所以你是在 恩鎮的肌子 變臉臉臉臉臉臉臉 因為他們的發音方式 受到潮州話 這是受到潮州話的影響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地方有 比較多潮州人住在那邊 然後混進了張州腔 因為他們的腔調還是偏張州腔 那既然 既然是 是潮 漳州人多 因為他們最好是融入 漳州的族裔嘛 那代表第一個 他通常會是平原 或是靠山的 不會是靠海的地方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他既然混了潮州 潮州、惠州、嘉應州 都屬於客家 就是 恩 他這個客家族群 但不完完全全的客 但是 這有點複雜 但你可以知道說 他們是屬於偏客家的族群 對 那偏客家族群 來到臺灣 相對還是晚一點 加上人口 沒那麼多 他們很難占據到最大片的平原的地方 恩恩 那大概就會是靠山腳下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 所以 Ensen 湧進 你如果他說他是湧進 然後他講話是這樣 你大概可以猜得到 這個鄉鎮的所在地 應該是在平原 靠山的地方 對 你去比對 Google地圖 那如果他講話的拳槍很重 那 或者是所謂的海口槍很重 大概就可以猜得到 他們是在比較靠海的地方 或者是靠大河的地方 欸 你 真的研究得很深欸 我其實只知道說 你 你這樣講 國旗我的回憶就是說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講中文 我們講華語 這樣聊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會知道 你是哪邊人 頂多就是看你口語表達 然後可能知道說 欸你北部人 你講話有一點 捲舌比較 比較自然 然後比較 比較 順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 如果我們轉成台語的時候 那個 感覺就很強烈 說 那個 剛剛我講的嘛 鞭層 鞭牆 你有 香腸 香腸這個食物 光是香腸 這個詞是 就是各地都有些不一樣 但是我剛才有聽到你在講 對你是台南人 就是你說 秋 秋 對 演 只有台南人會講秋 真的嗎 因為他 他那個發音很特別 就是譬如說我們說 秋 秋 嘿我們會說秋 譬如說 呃 骨髒你會怎麼講 阿丁啊 你就會講阿丁 對啊 但是我們會說阿丁 阿丁 冰箱你會怎麼講 冰箱 那我們會講冰箱 欸我 等一下 我不一定 我不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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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台語其實我太少講了 冰箱 你還是會准因為 因為你用 最放鬆或最自然的 第一個想到的發音方式就會是你的母語 所以台南人 從心淫水上到浮塵通通都會這樣講 就是那個歐 就是我們一般講 呦的那個音 在台南人的嘴巴裡 通常大部分喔 幾乎都會講是呦呦 呦的音 哦真的 那會有細微的差異 對對對 啊我們那時候 因為在台日大詞典裡面的記載 他是所謂的張浦槍 張州的張浦槍 不過前陣子有跟其他人的討論 覺得說 呃有可能這個記載有一些偏誤啦 現在也有一些人認為他 根據當時的還有一些張州的 發音詞典來看 他有可能是張浮槍 也就是 張州天龍國 哈哈哈哈 其實可以想見浮塵發展的早嗎 所以 對因為他真的很複雜 能夠占有那個地方的人 其實相對他的 呃當時來的資源 可能也是比較多的 對 所以可以想像的出來 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這個就 光是他的發音來源 跟 講話腔調的比例 參雜比例 就可以知道他大概是哪裡的人 是啊 像我以前會說 妹 阿不過 呃就是白尾 一樣是台南 阿不過 嗯 小瓜巴 北邊的那邊的地方的人 就會說 那是妹 不是妹 不是妹 你說妹 好像是講妹 不是妹 就是粥 白粥 我說妹 他說妹 我想 嗯 怎麼會是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被糾正說我台語不好 因為妹這個字的粥 其實是謎啦 謎謎之音的那個謎 底下是個謎字的那一個 呃那 謎謎之音的謎底下是非啦 我沒記錯的話 那一把非改 是非的非改成謎字就是了 然後那是台語漢字裡面念 妹沒錯 因為這個字 變化實在太多了 他後來在各各個鄉鎮 各個縣市之間都有各種變化 所以你會有 摩 也會有 謎 也會有 我們我們會講 謎 可是也會有 謎 謎 也會有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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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有 然後我做得中 謎就比較是偏同安腔 嘿 對對對 所以它的變化非常多 這個已經幾乎 很難再去區分 大概比較明確就是 謎 這個是比較偏 海口的 比較偏全腔重一點的地方 這個海分的 所以因為它是 它的韻母比較特別 嗯哼 我感覺這樣很特別 他以後啊 如果是我們都說國語啊 還是 就是以後雙語的話 可能大家講英文啊 然後都不曉得 你是從哪邊來的 然後講國語 可能還 講華語 可能還明明知道說 你是在哪一個區塊 然後真的講到台語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說 喔你這個台語 你可能我海邊 還是我山裡 對啊 像我以前 我在聽 因為我一個阿長 其實戴富士戴 很久很久很久了 啊有一次我跟他 那也很趣 就是有一次我聽他 跟我媽媽在說話 我突然說 這兩個是在說 日本話 或是在說台語 因為有很多 那種外來語啊 什麼 摄子啊 愛濃口啊 啊什麼 混血兒 對啊 欸你知道愛濃口是混血兒 對啊對啊 所以我目前最新的一集 都好說到這類書 真的嗎 啊可是你知道嗎 我有問一個朋友 就是學日文的朋友 我說那混血兒的台 在日本混血兒怎麼講 他說混血兒其實現在 現在他們日本人是用 Half Half 對 一半一半 對對對 就是他們其實 日本日本人也很有趣的是 他們也被那個 美國那邊 同化了 因為他們講Half 其實就是那個 對對就是 就是英語的那個Half 這樣子 對對對 他不管你混 混幾層幾國 他都是叫Half啦 對對對 所以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可能 我們的台語保留 好像之前 日本那邊流傳了什麼 什麼 Otobai啊 Otobai啊 Half 那個Ainoko啊 然後Setsu啊 然後他們還講洋裝 洋裝的那個日文 對 洋裝不是台語喔 對洋裝的台語也講 洋裝是好嗎 對不對 不是 他們用洋裝來講 他們講台語的洋裝 可是我聽他講台語的洋裝 其實他們講那個洋裝 是日本話 可是我忘記 那個日本話是什麼 對 然後反正很有趣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好像 講了很多名詞 都很像是日本式的台語這樣子 可是很多他們 那時候講台語 講的那個日本式的台語 其實在日本已經也 又沒有再使用了 對對對 對啊 會有這個現象 對啊 就還蠻有趣的 然後 對啊 就像剛剛講香腸嘛 然後還有就是 以前很好玩的是 就是以前 香腸宜蘭的香腸念法很獨特 真的 你們是念什麼 我們叫修成 修成 修成 對 你只要講修成一定是 因為他現在很多詞 台語有一個更有趣的地方是 有很多東西的詞 只有某個各自的縣市有 或是各自縣市會這樣講 所以光他只要講出那個詞 那你就知道說他一定是哪裡人的 比如說 如果看到香腸 他跟你講修成 基本上大概九成九都一定是宜蘭人 哦 那如果你看到 美乃滋 他確實他說要加北醋 可是明明他要加的是美乃滋 那他就是嘉義人 欸我有聽過 我有聽過這個我有聽過 對 美乃滋然後他說要加 北醋 他們叫北醋 對白醋 對 欸啊奶油你們怎麼講 肉汁 欸等一下我也說肉汁呢 因為那是外來的東西啊 日治時期才有的東西啊 對對對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有趣的有趣的 肉圓 肉髒 肉髒就是肉髒 肉髒就無分啊 就是有些地方各自有一些詞彙 或者是講法是只有 某個縣市有的 那這都會存在台語的語彙裡面 而不是華語裡面 等一下 因為我們家這邊有飛機 我們這裡有飛煉機 嗯 嘿 你飛煉機也是說飛煉機嗎 飛煉機啊 欸 欸 其實我們的原本就是飛煉機啦 但是因為你排煉 所以故意變音 嗯哼 也有人會煉白煉機啦 白煉機 嘿 飛跟白煉是白煉跟毒煉的差別而已 啊 讀書咧 你說讀書還是讀書 我們沒什麼說讀書 因為讀書自己是比較多 哦 哦 其實你如果是老漿鏘 其實我們會是 子 子和子 你的文音就有這兩個念 但是因為這個子 這個音有其他的意思不太好聽 所以 他不會這樣說 我不會說讀書 我就會說讀書 哦 我也是說讀書 其實是另外一個字 是測嘛 對就是測 漢字相稱測 書那個字也可以念 但是那一般是念 豬 酥 詩 跟 雞 呵呵呵 譬如說 啊 秘書 嗯 秘書 台語 有台語的秘書嗎 有啊有啊 現在一般就會講 必酥 啊 必酥 秘書 必酥 必酥 對 可是你在宜蘭 譬如說你在宜蘭傳統的市場裡面 我們也會有自製會 自製會裡面也有 秘書這樣的職務啊 嗯 嗯 這時候我們都會講必酥 哦 到現在還是會 老人家我們還是會稱呼他 啊必酥你今天來怎麼怎麼怎麼 嘿 太酷了 代書 有一個職務叫代書嘛 嘿 我們是 我們其實以然是代書 嗯 所以合約書是合約詩 哦 所以 就是 要他有很多張權的對應 張權比例上的對應 U跟E是一個很常見的 譬如說宇宙 U丟 很多人的名字裡面會有 有物這個字 嗯 U丟 可是你如果是宜蘭腔 其實應該會唸依丟 哦 因為這個是依的對應的發音 就像剛才有講到提醒 我們講 鐵齊 嗯哼 對張腔是 鐵 可是如果你 鐵齊 偏 偏權腔或是偏同安腔 他們會講鐵齊 鐵齊 嗯 對 就不一樣了 然後如果是鹿港腔 他可能是腿氣 我我沒記錯的話 我也有點忘記 因為他的腔調又不一樣 所以 很多變化啦 可是你大概可以從他的很多咬字 他選擇什麼 嗯 比如說A跟E的時候 他選擇的是A還是E 就可以知道他是偏髒的環境 還是偏權的環境 嗯哼 欸可是我覺得 這其實 到現在啊 其實可能是幾二十歲或三十幾歲的小朋友 他們的 他們的說台語啊 其實 也是混到了耶 比如說漳州泉州 呃 可能 就是 五十歲以上 四十歲以上 的 人在說台語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混 你說得像我四五十歲一樣 沒有啦 因為你比較認真啦 你比較認真啦 你比較認真啦 就是你比較會去那個 翻古早的時候的事情 然後去好好學習這些東西 對 像我就是說 啊 看著什麼 就是學什麼 學來學去 整個都浪浪做一歲 對 其實像你講的就是 你當然是 當年 比較年輕的孩子 就是可能甚至二十歲 以下 他們 你不要說 台語什麼 他 台語已經對他來說 不是無語 嗯 這才是問題 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跟他說一個 台語的事 之前我問過 那個輕鬆電台的總經理 然後他就說 譬如說他在教他的孩子的時候 他就說你不要 黑白粽 然後他必須要跟他用華語解釋 什麼叫做黑白粽 那 華語才是他的母語了 對對對 其實現在 因為你是這樣子去解釋事情的嘛 所以 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他根本連母語都不是 你就不用想什麼腔調不腔調了 對 對 而且他的就是 第一個印象跟第一個認知 是什麼腔調什麼語言 他學習 學到的就是那個 那個樣子跟那個狀況 對啊 對啊 好哦 那其實啊 我們知道亞特他其實這一路走來 本來從華語的頻道 轉換成台語的頻道的時候呢 其實多多少少應該 有一些過程跟有很多的故事 對 那當然這些故事跟這些過程 這些血淚呢 是血淚嗎 我會到血 沒有這麼嚴重 沒有這麼嚴重 沒有好 沒有那麼嚴重 呃 其實呃 大概講下去就可能要講一個小時 所以呢 這些故事我們就等下一次的時候 再請亞特來好好的跟我們說 而且啊 剛剛亞特有說 什麼 他看起來好像三四五十歲 其實沒有 他其實很年輕 而且他是一個肌肉男 所以呢 他在他的節目裡面 不僅寫台語還是寫傳統的故事 他還用台語寫你什麼叫 這三塊肌還是胸肌 啊那 在 後 一個下一段節目的台語怎麼講 後一段節目 好 我們在後一段節目來請亞特來教我們 就是現代的台語 這是怎麼說 慢慢來 就是讓台語的這個環境可以復甦起來 好吧 好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你們還喜歡嗎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卻遲遲不知道從哪邊了解起的文化 或跨文化相關主題 都非常歡迎您傳簡訊或留言來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邀請從事相關工作的老師們 來節目和我們分享他們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謝您聆聽我們的節目 並且感謝這次的節目後製張永橋 行政執行陳文如兩位堅強的後盾 讓節目得以順利進行 同時也非常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對於本節目的肯定與贊助 我們的節目將以一個月一個主題的方式 邀請從事傳統藝術文化相關的朋友 來和我們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請正在聆聽節目的你 不吝惜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禮拜頻道上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